韓國傢伙 俄羅斯因入侵烏克蘭 西方國家已阻止俄羅斯央行 動用6,300億美元價國際儲備 甚至將一些俄羅斯銀行 從環球銀行金融信息協會 SWIFT支付系統中剔除 俄羅斯進入世界銀行系統價通道 被很大程度上撤斷 難以再進行美元進出口貿易 而中共一直以來 意圖削弱美元價國際金融體系地位 大型國有銀行 是否會利用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CiPS向俄羅斯伸出援手 被受外界關注 香港大學金融系教授陳志武 向《華爾街日報》表示 中國價金融機構 並不止中共高層那麼熱衝於 為莫斯科提供銀行服務 陳志武介紹說8年前中國銀行業高管 對任何俄羅斯的項目都不感興趣 雖然在中南海的推動下 漸漸有所合作 但也沒有達到中共所期望的程度 3月2日中共銀保監會 宣布不贊成國際社會 對俄羅斯的金融制裁 也不會參與相關的制裁行動 不過兩天之後 中共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就宣布以暫停與俄羅斯 和白俄羅斯有關的一切活動 並進行審查 之前還有消息披露 兩家中共國有銀行 已經停止為購買俄羅斯商品 開具美元信用證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 中共的CIPS實際上是依附在Swift上的系統 中俄貿易必須用人民幣或盧布結算 才有可能對外掩蓋 有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說 為避免受到二級制裁 一些中資銀行家高管正在考慮將部分俄羅斯業務 轉給側重國內市場加小型銀行 中共之前曾經利用小銀行為北朝鮮、伊朗等被制裁國家提供貿易付款便利 2012年 中石油旗下架坤倫銀行就因幫助伊朗轉移資金被美國制裁 日內雅高級國際關係學院、中國制裁合規研究員 新專認為 中共在俄羅斯問題上採用坤倫銀行式的安排 將受到國際壓力 會面臨著新的制裁 所以中共實際上的機器能用 特朗普也不敢用 旅美經濟學家王俊表示 中俄之間的貿易 集中在能源、農產品和日用消費品方面 但俄羅斯急需的高端技術產品 比如飛機零部件和晶片等 中共都沒有辦法提供 中共近年來一直是莫斯科最大的貿易夥伴 但去年對俄出口額 緊佔中國出口總額的2% 西方國家才是中國更大的出口客戶 也是技術和投資的主要來源 甚至控制著中共進入國際美元體系 海頭宏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希爾恩分析說 出於自身利益考量 中共在經濟上 不太可能做出任何可能導致 與西方關係進一步破裂的事情